我们进入到SmediaRecord的官方网站之后 你可以找到下载Windows64位元这个选单 你如果想要用安装版本 就按这个下载 如果你想要用免安装的 就请你来找这个Portable的版本 从这边把它下载下来 下载解压缩之后 我们就可以来这里 执行这个执行档名就可以把 它的程式打开 第一次打开的时候它的语系是英文的你可以选按Option Preference 我们来把它的语系 换成繁体中文 按下OK 这样就可以了 接着我们就可以把我们所要转换的档案 把它按着 拖曳到这个面板里面 进入之后我们可以先从下面这里 看你要转换成什么样的格式 以我来讲我比较常放到YouTube上 所以我就把它换成YouTube 比如说我想要用Full HD的格式 这样就OK了 它就可以帮我们转成MP 接下来的话你点到 我们刚刚所加入的这个档案 按下加入工作 当然如果你在这边有多个档案也可以像这样就是直接丢进来 再一起选起来 那我们现在只有一个 我就先点到按加入工作 你就可以看到编码 它已经亮起来了 在按下编码之前 你可以先看下面这个地方 你可以看到在下面这里有一个输出的选项 我建议大家你可以把它换成输入资料夹 也就是你的影片来自哪一个资料夹 待会所产生出来的转档后档案 就会放到相同的资料夹里面 那现在我们就可以按下编码 它就可以开始帮我们把这些内容转换 成你想要的影片格式 这个就是SmediaRecord它的使用方式 不会太难 但是转换的效能蛮不错的 可以供大家做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keine